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9月14日就阿富汗撤军问题出席了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回答了有关拜登政府混乱撤离阿富汗的一系列问题 在听证会上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众多参议员指责拜登政府在阿富汗的混乱撤离 使美国失去公信力 并让阿富汗陷入一片混乱 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 并且布林肯称 国务院已疏散了6000名在阿富汗的美国人 只有100名想要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仍滞留在该国 这与委员会收到的数据不符 对此 布林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中再次对拜登总统关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政策表示了支持 称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停留更长的时间会带来任何好处 他还强调 从阿富汗的撤离工作是一项非凡的努力 目前 美国政府仍在努力撤离仍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 国务院和有关部门近期会审批4000名阿富汗人的特殊签证申请 此外 美国国务院9月13日宣布 美国将向阿富汗提供近64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4日公布的数据 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 美国贫困率从2019年的10.5%上升至11.4% 贫困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值 这意味着去年美国新增了330万贫困人口 共计3720万人处于联邦政府的贫困线以下 数据显示 2020年经物价调整后 一个四口之家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低于26496美元 同时 2020年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7500美元 较2019年下滑了2.9% 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该数值出现显著下滑 也是自1967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美国总统拜登9月13日晚到访加州长滩 出席支持加州州长纽森的竞选活动 敦促选民对罢免选举投反对票 他还指出 全美的目光都集中在加州 加州州长罢免选举投票将于9月14日截止 如果超过50%的选民投了反对票 纽森的任期将持续到2023年1月2日结束 并有资格竞选连任 如果他被免职 新州长将在加州州务卿 确认选举结果后上任 选举结果将在10月22日正式公布于众 9月14日 苹果秋季发布会正式召开 iPhone 13等产品悉数登场 首先介绍的是iPhone 13 mini和iPhone 13 屏幕方面搭载超市网膜XDR屏幕 亮度提升28% 一直备受关注的刘海占用面积小了20% iPhone 13搭载了苹果新一代的A15仿生芯片 6核CPU 性能提升50% 支持IP68级防水 采用双摄系统 拥有粉色 蓝色 午夜色 星光色和红色五种颜色 容量上iPhone 13系列也提升为128GB起 Apple Watch Series 7并没有像传闻说中的那样方方正正 有着更高的屏占比比上代增大了20% 屏幕变宽比上代窄了40% 最高亮度提升70% Apple为这款表推出了新款表盘 并可以支持18小时的续航 今年秋季将上市